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重启刘强东刘敬尧案后 相关东哥近期的诸多负面消息也随之又被热炒了一番 几乎同一时间 老对手马云在西班牙的突然现身也引发外界猜想 也许是为了宣誓回击 昨天 微博头条一则关于明州案女主刘敬尧的陈述封死热搜榜头条 39家国内媒体对该信息进行了通稿式转载 有人说这个热搜是东哥或者京东买的 不少网友也觉得东哥妥妥的是被仙人跳了 不过这里有个疑问 如果真的是仙人跳 为什么女主角要说是自愿的 也正是这句自愿 让已经被警方带进橘子里的东哥得以完毕归照 对东哥的起诉是在他回到国内以后进行的 据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女方向东哥索要一千万刀 但被东哥果断拒绝了 结果正如大家看到的 东哥明州按一下炸了 京东港股几天蒸发了几百个小目标 真是得不偿失 而且假如真是仙人跳 当时在场的一众人士是不是也有嫌疑 包括传说中把刘敬尧介绍来的那位姚姓大佬 基于不把斗争扩大化的原则 结合上述那位姚姓大佬的私人秘书 Quina Wang回忆 我们屡一屡事件大致的来龙去脉 2018年8月底 东哥到美国参加明尼苏达大学举办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 期间有一个持续数日的类似运动会的活动 女主刘静尧是运动会晨跑活动的志愿者之一 刘静尧在每天晨跑活动结束后 都会到下榻的酒店冲早 晚上也住在那里 所以认识了住在同一酒店的Quina Wang 所以后面就有了那家日本餐厅晚宴上 一帮大佬爷们聚会 邀请了两位志愿者入席的剧情 当然这也是Quina Wang的说辞 对于刘静尧与陶的关系 按照Quina Wang的说法 他俩是他分别邀请的 未必知道他们认识 Quina Wang称 晚宴次日 网上爆出刘强东 因涉嫌性妻女大学生 遭到警察逮捕的事情 大家都很意外 言下之意 就算是仙人跳 也是刘静尧和Tao他们的事情 与其他人无关 至于当晚刘强东 把刘静尧送回酒店后 发生了什么呢 据了解 女方跟刘强东进入酒店后 Tao一直给他发信息 而刘静尧在回复Tao时称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只想让你知道 你保证 我就是被迫与刘强东睡的 结果Tao一言不合 就报警了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刘静尧 1996年出生 高中就读于北京北师大 二副中国际部 随后到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留学 事发时22岁 他父亲有人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也有人爆料说是明大DBA 博士班主管 Tony Tui的得意门声 与Queen Wayne的说法不同的是 刘静尧的晚宴 其实是Tony Tui安排的 按照后面这个说法 刘静尧的命运 可能一早就被注定了 而Tao才是真正的 就是主有没有 现在 明州案的结论 随着案件各方证据的曝光 走向未定 那么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感谢收看量子派和新潮计划 我们下期见